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R.I.P. 今天有嘉賓 不得了 就是我們的教主Anson 歡迎我們教主Anson 哇 辛苦了 Hello 大家好 Hello 家聰 我也很緊張 第一次 你不要那麼緊張 你弄得我也很緊張 在你旁邊很有壓力 為甚麼 有甚麼那麼大壓力 我覺得這段影片 我可能是要打卡仔 這麼誇張 不會破壞了畫面 好啊 我們不要那麼拘謹 他說好 好 哈哈哈哈 不是吧 我以為你要禮貌 不過首先想恭喜你 因為你最近有首新歌 Mega Hit 謝謝你 放了上YouTube 我看到我三天已經130萬片 謝謝大家的口愛 你對這個成績滿不滿意 是超出我所料 因為如果以跳唱歌來說 這首歌是我暫時最喜歡 本身這首歌我自己很大壓力 因為可能在籌備上我們有很多阻滯 我記得前一晚播放MV之前 我自己再看一次的時候 我自己都有一點眼淚淚的感覺 因為覺得好像捱過了 重重難關終於可以完成了 現在大家都挺喜歡這首歌 所以就很開心 大家可以一起做這個手勢 這首勢有甚麼意思 還是純粹上一個大家容易記得的手勢 兩樣東西都有 就是一個耳機和大家容易做的手勢 而且這個手勢其實是代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所以可能在MV裡面 每一個角色每次要表達一件事 又或者要說一件事的時候 他會用這個來做開場 就是用這個來跟大家說 我開始說話了 我要跟大家溝通了 我看到你這個MV 你是不是跟花姐一起在車上構思劇情 是的 因為這首歌本身我們沒有想太多劇情 本身Wyman填這首歌的詞時 他重點在說雙方的溝通 所以我們就想 不如不要浪費了Wyman的詞 不如我們也想一些故事 去表達到這首歌詞的意思 我看到MV有很多嘉賓 有甚麼趣事在拍你MV的過程 其中一個趣事就是我很緊張 因為裡面除了阿Dee比較熟 之外鄭中基 就是Ronald前輩的時候 我是整個人瘋了 我記得臨拍和Ronald的鏡頭前 我是拍自己一個close up 就是拍最後單眼鏡頭的鏡頭 接著我拍了5至6個鏡頭 因為我整個思緒都不是單眼 我整個思緒都在想 Ronald到了 我很緊張 怎麼辦 但是Ronald前輩是很甜 而且他真的很照顧我 OK 好 我們問完MV的東西 就正式開始我們今天這個 都先打一把頭盔 全部問題都是在我Ig上面收集回來的 真的嗎 沒有一些是你自己做的 我有修改一下 OK 所以其實問了甚麼都不關我的事 我們第一個簡單一點 觀眾問你 腹頭和大肚腩 你會選擇哪一種 大肚腩 大肚腩 因為我看你也挺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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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加通的粉絲不要辣 不是 大肚腩也有大肚腩的好看 好 我們下一個 腎吐對你說過 令你最深刻的三句話 嘩 最深刻的三句 三句很難 因為很多都很深刻 那三百句呢 哈哈 第一句就是 我愛你 其實這一句是很簡單的一個事愛 但是其實我每一天都經常聽 每次我起床去做事 我查看大家的故事 所有的事 大家都會 純粹是想給我支持我 然後第二句就是 其實我從出道到現在都經常說 就是一起走下去這五個字 因為用這句說話去跟大家說 就算有任何困難也好 好的日子也好 不好的日子也好 但是大家都一起走這條演藝的路 就是我去到哪 去到什麼舞台都一起去走 那麼現在去到 出道就來第三年了 反而近來就是 大家跟我說這句說話多了很多 可能大家知道我近來 可能越來越大壓力 可能工作量越來越累 所有事情都 所以大家就近來 經常跟我說這句話 我都很深刻的 那第三句說話就是 生日快樂 這句說話 你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一直都很羨慕 由你第一句說 每天收到很多我愛你這些字 我就感覺到我們之間的分別 是嗎 沒有分別 因為我每天是傳很多我愛你 出來給觀眾 但我是收不到回覆的 可能這一集過之後 你的粉絲就會繼續跟你說我愛你 我的粉絲好像都是當我仇人 對 跟你有些可能 那你說你收到什麼生日禮物 你覺得很深刻嗎 生日禮物 其實大家林林種種有很多 我自己很喜歡 譬如大家的小勞作 他們會畫我家人的全家福 還有我的小狗 這些跟全家福有關的勞作 我自己會覺得是很甜蜜 有人送一條魚給你嗎 會不會有 沒有的 但有人試過送鹹魚給我 但鹹魚你還不可以嗎 最好沒有 因為鹹魚也有頭 我看到頭 又不是害怕 又不安 對 但我想問一下 這個觀眾也是問你 除了魚之外 還怕什麼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找你的弱點出來 其實我很怕擠 我記得很小時候 可能去旅行大家住 一間酒店 然後我爸媽就會捉住 我減生器 然後擠我擠我 所以拿一條魚擠來呢 神經病 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OK 下一個問題就是 問你會不會出個人寫真集 其實半年前我有想過 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發覺其實很多工作 都有些類似寫真的相片會出來 所以其實本身日常都很多 很多機會給粉絲或觀眾 看到不同的一面的我 拍照之下會是怎樣 所以就打燒了這個念頭 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沒有參加全民造星 你會選擇做什麼 這個問題呢 我應該會選擇做商人 因為其實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我是修行商業那邊的 所以我很多東西都是跟數字 商業有關 出來做事應該是做銀行 或者可能做辦公室打工仔 而我是享受這件事的 因為我喜歡對客人 好的 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接下來會否跟其他歌手合作 不計MIRROR和L 怎麼說得到 喔 秘密 其實正在想和談 但所有事情都還未落實 純粹是我和歌手有過這個交談 但完全甚麼都還未落實 所以就籌備 大家可能要期待一下 對 希望有機會 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平時不開心會做甚麼 有兩件事的 第一件事是聽歌 因為我自己覺得不開心的時候 再聽一些很hyper 很重beat的歌曲 會令我保持興奮的模式 就會忘記了不開心的情緒 第二件事就是吃甜的東西 每次我都不開心 我一定會吃雪條、雪糕 對 我有一次試過是 因為最近覺得很累 所以就一次過一開始吃了 三隻雞翅條 但為何你吃完身形都會這樣 呃… 很差 對 OK 好 好 那個問題就問你 最近一次哭是因為甚麼 因為太大壓力想哭 但大壓力是 我很想我手上有一位工作做得好 我很想把所有事情做到 我的能力範圍最好 但當時我控制不了太多 我亦都覺得自己的表現未如理想 所以就不知道怎樣做 不知道怎樣算 那種 現在可以的嘛 特別看到手新歌成績那麼好 大家完全聯絡到 是關手新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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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的帖子都說 壓力爆波 是呀 現在轉了出來 就是我滿意的事 那你說 就算現在手新歌出來了之後 我不是覺得自己做得很好嗎 其實不是 但是當刻盡了力 當刻盡了力 當刻盡了力 還有見到大家 這麼喜歡這首歌 我就覺得 當初的壓力是值得 說完不開心 說開心沒有 這個觀眾想問你 分享近期開心的事 近期開心的事 就是出了新歌 Mega Hit 還有我一直都很想出一首跳唱歌 是大家可以一起跳到 一起唱到 所以最近的開心 除了這首歌出過的開心 其實我也是一個開心的 就是自己幻想 即是自己幻想 如果接下來有表演 大家可以一起參與這件事 想起都開心 什麼時候會搞表演呢 有沒有說 接下來12月 我們六個MIRROR的男生 就會搞這場表演 一定會唱自己的新歌 還有我們會有一些 不同的組合的cross over 就盡量去看 可以給大家看 觀眾就問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想回到過去改變一件事 還是去將來 看看自己未來是怎樣 去將來 不用想 我經常覺得 尤其是這兩年多出道 總之過去做的所有事 如果隨便沒有做一件事 都不會有現在自己想要的事 所以我覺得過去是不應該改變的 所以我想去未來 我經常都很想知道 十年之後自己在做什麼 下一題他就問你 出道以來 那麼久了 最遺憾和覺得最驕傲的事是什麼 最遺憾是今年的演唱會 MIRROR那六場 我自己覺得那六場 我自己都唱得很差 雖然說有個藉口 那時候SANDA有事 但是我覺得 暫在觀眾角度 都不可以當這個是藉口 那六場我自己每一場回到家 我經常想 大家真金白銀進來看 就應該看一個很專業的表演 所以這個是我的遺憾 就是在唱歌方面可以唱好一點 那最驕傲的事呢 我覺得最驕傲的事 尤其是今年是我養了這隻狗女 叫Amber 譬如我每晚回到家 其實我看到牠之後 我都很驕傲的有一隻 這麼有趣的狗女 而且牠很乖 牠好像很聽得懂我說話 好像是一個很心靈上的球 真的很驕傲 我們可以找到牠 我們下一個問題 你的君族 那些問題都很跳 但我喜歡這樣 如果在地球上消息一件事 你要選哪一件事 除了魚 蟑螂 其實就算很多人說不怕蟑螂 我身邊很多人都說不怕蟑螂 但不會試 其實一有蟑螂出現 一個人都會叫的 就算你說你不怕蟑螂 但其實你看到蟑螂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自動地彈開了 特別會飛那些 所以其實沒有蟑螂 那身邊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大叫 包括自己 好了 差不多了 那就是最寶貴的回憶 不如說今年吧 2021年的最寶貴的回憶 我自己覺得 《大叔丁愛》是其中一個最寶貴的回憶 因為這套劇 令到更多觀眾認識我 認識MIRROR 亦都是 它好像開發了我對演戲的感覺 我因為這套劇 所以我更加發覺自己很喜歡演戲 還有我發覺原來演戲是這麼有趣 可以全程投入在一個角色上 用那個角色的見面去看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奇妙的 所以我覺得《大叔丁愛》也是 影響了我對演戲這條路的很大因素 那接下來會不會再有其他一期 其實在年尾都會拍一些 跟電影有關的項目 這個項目也挺…我自己很期待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可以適應一個 完全不是自己的人 亦都是大家未見過的一個性格 一個年齡 我自己覺得很大的挑戰 但是… 我試過怎麼知道你 所以… 對 盡力了 所以你年尾是很忙的 又有演唱會 又有電影 還有其他計劃嗎 年尾都有一些音樂的計劃 但是不知道出不出得及 但是都想跟一些跳唱有關的東西 OK 問題都問了 最後呢 就是一個純粹很多朋友 知道我要跟你做訪問 他們就很喜歡你 OK 全部都問我 可不可以幫我拿Anson Lo的簽名 但真的太多太多人了 我知道你很忙 我就有個要求 我想可能你簽一個名給我的 對 那我就跟著你的簽名 我就嘗試簽一張給我的朋友 但你的朋友會知道 是你簽不是我簽的 即是你的朋友是不介意你簽的 他們會知道的 他們會知道的 我們試試吧 因為我都準備在這裡 有些啤牌的 我簽在啤牌上面 對 因為它有一個 Inc 一個A字 好了 那就來了 這個我特意想一下 有個心心 有個A字塔 好 那我現在就快簽一個 還是我現在要教你 你快簽一個 因為我自己珍藏 好的 好的 這個真的是Anson Lo的簽名 想買就記得下面留言 加高姐就OK 那我就試一下 你試一下 不如你試一張 是我不教你的 你只自己簽 你會簽到什麼 好的 然後看著這個 就算你這個 你這個很複雜 因為我也有個簽名 你玩了這個 然後待會我學你的簽名 我那個不用學 我也是這樣的 我就是這樣的 我就是這樣的 讓我猜一下 這個是不是一棵聰 是呀 沒錯 Postgirl 我好聰明 對呀 幾個難很多 我試一下你那個 我那個有點複雜 你那個不是有點複雜 你還有一個心針在下面 我也是 每次簽的演唱的Post 一簽要簽幾百 其實 是很… 我簽了 可以不可以 我不想說 其實都像 但是… OK 我試一下 現在是…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他的 連個心也沒有 就是Fail 你這麼不怕 這個策略就成功了 我這個合理化 一些朋友 就會問我拿 我就問他 這裡有兩個簽名 你說哪個才是Anson Lo的簽名 這個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就讓他知道是假的 噢 有一個好像有一個對比 是的 好像這個不是 結果兩個都是我的 好 那這張我自己保留好嗎 這張是我的 不是這張 但你可以保留我的一張 對 但我希望不要在垃圾桶見到他 不會 我可以傷的 沒有問題 好 再一次多謝Anson Lo 接受我們這次的訪問 多謝 大家記得留意 Anson Lo之後 12月他的音樂會 還有電影 還有你的YouTube頻道 我見你有時會拍一些Vlog 分享一些生活 我想說很不習慣這麼正經的 還是大家很習慣 大家知道我是很正經的 再次多謝Anson Lo 謝謝 謝謝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拜拜